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时谁都想要挣很多钱享受着人上人的生活觉得学会理财学会攒钱晚年就会有好的日子过生活也会过得舒心 其实人到晚年才明白不是有钱就是好日子而是内心平和有所属才能心安 越是活得通透的老人越明白人老了越是在这些方面舍得花钱越能过得舒心晚年就越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反之把钱看得比命重要的人越是抠门越是把自己舒心的日子过没了 72岁的七阿姨曾说人老了在自身健康兴趣爱好以及对待子女的帮扶方面 越是舍得花钱晚年的日子越能感受到舒心愉悦 我们来听听七阿姨的故事感受她的一生通过她通透的做法以及对自己与子女的相处 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想法也给自己未来的晚年一个启示吧 1.退休后与老伴携手畅游山水对健康舍得花钱享受逾越晚年 我今年72岁老伴77岁我们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的老人 我和老伴此生只有一个儿子如今也是人到中年儿女双全 我和老伴是一年退休我们退休的时候儿子家还没有孩子我们就做了计划先去了南方转了一圈历时两个多月大年三十的时候从天府之国飞回北方与儿子一家团圆 随后我们又出去游玩了几次我可爱的龙凤胎孙子孙女出生了做了爷爷奶奶的就是升级了内心欣喜若狂 一次性就奖励了儿媳三万元坐月子基金 因为亲家也跟我们是同一城市儿媳也是独生女 所以在带娃这方面我们是两家轮流着看 有时一家一个月有时时间间隔会涨些我们之间的相处得体有分寸 儿媳暑假的时候会主动给我们四个老人预定旅游团 让我们去放松心情也会给我家老伴和亲家公办理游泳年卡让他们去锻炼身体 对我和亲家母则是买各个季节衣服尤其是太极服和太极鞋 用儿媳的话说夏天出汗多多买几身换着穿 我们对于健康这方面还是比较舍得花钱的 最初的时候我和亲家母就跟随别人后年比划着学太极拳 后来儿媳知道后主动帮我们联系老师 让我们去太极管理一朝一世的学练 她说这样才能够真正学到东西 否则容易损伤膝盖 有人觉得不就是锻炼身体吗?至于那么讲究吗? 还真的需要科学正确的学练 有人就因姿势不对 月练身体反而不如以前了 而姿势正确方法正确 反而月练身体越好 只有自身真实体验后 才知道为啥如今会有知识付费一说 人老了在健康方面要舍得花钱 不要觉得没有必要 胡乱的跟着学练就是锻炼身体了 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尤其是有人会劝老人不要去练太极拳 说是会伤害膝盖 其实就是没有真正学到太极拳的东西 才会这样说 二、培养各自的兴趣爱好 也会有共同的兴趣探讨 我和老伴都喜欢喝茶、听昆曲 所以我们在家的时候 每天午睡后的时间 我们就会在小厨房里喝茶、听曲 也会闲谈杂事 彼此说说各自的感受 我的爱好是读书写字令太极 我的书桌在我们的卧室里 每天上午和晚上的时间 我就在这里看看书 在网上写写字 偶尔也会看看电视剧 或者最近的新电影 我家老伴喜欢写书法 画过画和游泳 他的桌子在隔壁的书房里 一张大桌子就是老伴的天地 有时他写出感觉的时候 会大声喊我去欣赏 我觉得我们就是 彼此相互吹捧的老两口 我说他写的字好 画的画也好 他说我写的文字很温馨 语句也优美 总之我们就如一对年少的男女 相互欣赏着对方 偶尔吹捧微信以下 大家都开心 老伴对于我买纸质书籍 非常赞同 他认为看纸质书比电子书保护眼睛 还有收藏价值 对我用的电脑总是让儿子给我升级 还跟儿子说 需要更新换代就给我换新电脑 而对于老伴买毛笔 宣纸以及成品的装表都非常用心 有人说不就是老了有个事情做 不必花费太多金钱 差不多就行了 而我觉得年轻时忙碌着养家 老了 对于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 就要舍得花钱 在能力范围内满足了对方 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 还有成就感 自然心情也就舒爽很多 我们两个人其实最烧钱的是喝茶 老伴喜欢买各种茶具 而我喜欢收集特色茶 只要老伴说好喝的 我都会买些回来吞着 其实人老了更在乎自己的精神享受 能够在自己喜欢的爱好里享受生活的乐趣 即使花些钱也是一份美好的生活方式 三 留些养老钱 舍得给儿孙花钱 收获亲情温暖 过了七十岁就要给自己想想深厚事了 谁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提前跟子女打好招呼 就安心的过日子就好 我跟儿子说的是 如果我和老伴得了重大疾病 超过自负断二十万 就让我们顺其自然的走 不要把我们放在ICU里 浑身插满管子 这里那里弄上机器 让我们卑微的活着 不如有尊严的走了 所以我和老伴商量好了 手里只留下够抢救我们的养老钱 剩下的钱 我们就时不时的资助一下儿子 尤其是这几年工作不稳定 外家我们和亲家都到了晚年 需要孩子的时候多多贴补他们一下 让他们过得轻松些 不必为生活发愁 去年儿媳的父亲住院了 儿媳全天候的照顾 身体也不是很好 就主动内退下来 每月有点生活费 剩下的我们和他父母帮着补贴些 这样一大家子还是能够过好的 我家孙子孙女今都上高中了 此时压力最大的是儿媳 所以都能理解 我和老伴现在身体还好 但也有需要儿子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时不时的资助他们 让他们也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心和爱护 我们得到的也是温暖的亲情回馈 有人不理解这样的互助 觉得如今的子女要老人的钱就是啃老 其实老人有能力让子女啃也是一种福气 虽说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一场互助交易 但有爱的护主交易你那种赤裸裸的要温情很多 老人内心要舒畅很多 退休后 老人没有了生活压力 子女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 老人其实更需要为自己考虑 而对于自己养老金的分配以及存款的使用 就成为了一门学问 有人认为养老依靠手里的金钱 有人觉得养儿防老天经地义 其实呢 父母与子女一场 本就是红尘情缘相互帮助 老人没必要死扣着钱不撒手 还是要学会让自己手里的钱为自己服务 舍得花钱投资身体 收获的是健康自在 舍得花钱投资兴趣爱好 收获的是精神丰盈愉悦 舍得在儿孙身上花钱 收获的是天文之乐的亲情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 正确使用才能让自己活得更舒心 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来 上天永远不会亏待一个人品好的人 向来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欣赏一个人 始于颜值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退休后 人品好的人 也许当下看不到有什么 但岁月沉淀后 就可以看到他的福气和运气了 还会给儿孙带来益处 颜面后代 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个人的心穷 舍得为父母花钱 得到的不仅是亲情温暖 还有善良回馈 舍得为礼上往来付出 是交友做人的一份真心 对待子女真诚的帮扶 是为自己的晚年铺垫幸福 人生路漫漫 做个人品好的老人 无愧于人 无愧于己 天地煎火的坦坦荡荡 从容淡然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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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